大家好,又來到一張表演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 阿蘇已經從泰國回來香港 差不多一年多了 接著來的生活 都已經跟香港被同化了的感覺一樣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在香港太久 很多東西已經習慣香港的感覺 所以這次阿蘇也想分享一下 五件事 就是泰國和香港如何被同化生活 好,有獵了,走 大家想分享的事情是甚麼呢 好像身後面的蝦粉一樣 因為阿蘇平時在泰國 一份醒來第一件事 就是落樓下蝦粉買早餐吃的 現在香港的蝦粉 和泰國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看看就知道了 我覺得這些應該未必有人吃的 我看到嗎 這是新肉 新肉也叫甚麼植物肉 但香港可能多人喜歡吃健康的食物 但泰國應該沒有 泰國都能吃甚麼呢 甚麼肉粹炒飯 10元一件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甚麼呢 那些壽司 沒有,都要點心 十多元一塊 所以平時阿蘇在香港 就很少吃熱蝦粉的食物 在泰國就會吃那些 飛碟、中間芝士、夾腸仔 那些會比較多吃 所以我常覺得香港的蝦粉 真的比東南亞蝦粉而言 很差 比台灣還差 那很多時候在香港 就跟泰國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呢 香港呢 因為這半年 不要說半年 好像九個月 都是疫情的風 即是那些 中高風險 很多時候 酒吧都是 香港酒吧都是 手湯其沖的 是甚麼呢 停業 同停業 那跟泰國不同是甚麼呢 泰國你沒有酒吧 都有很多地方 喝好酒 而香港就只有酒吧 才可以喝到酒 其他那些可能說 你去餐廳那些喝酒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感受 而香港呢 即是你說現在 還要玩一間酒吧喝酒的話 還要打針才可以喝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即是 回來香港之後 我已經差不多沒有去過酒吧 就算喝酒 都是飯局 朋友吃飯 甚至乎在朋友家裡才喝到酒 所以你說 怎會不會跟泰國好香港生活 我們去下一點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多車多 很多時候 泰國就會失車 香港也會失車 但是香港失車的情況 跟泰國不同之處是甚麼呢 泰國失車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看看書 按一下電話 很快過 而香港失車 你就會很吵 每天都會 響我 那樣東西 因為阿蘇 在香港開車 真的會被後面的人 搞得你很吵 所以就變成了 形成到 泰國失車 跟香港失車 是兩樣的不同的 而香港 就真的 失車來說 香港人太急了 而泰國 太自由了 所以 我也想快點回泰國 因為香港真是太辛苦了 而來 泰國和香港有些不同的地方 怎樣被同化的呢 就是食物 大家都知道 泰國可能吃一碟粉 吃一碟火 或炒粉麵糰 都是說三十多、四十匹 或四十、五十匹一碟 而香港呢 就看看 四十多元 小吃兩十多元 六十多元 這些也有的 還有這邊 五十多元 五十多元、七十多元 一個便當 所以 錢不是問題 而香港的食物 真的很大 所以為甚麼阿蘇 在泰國就瘦到 在香港就肥了呢 因為香港的食物 真的很大 大份到怎麼樣呢 令你吃完就可以吃一碗飯 就等於你整天的食量 在泰國來說 泰國在食方面 其實周邊有很多食物 可能走過兩步已經有小食給你吃 但在香港吃一碟飯 你晚上基本上是不用去吃東西 所以香港有越來越肥 很多時候的份量太大 其實價錢也算了 大家都知道 因為叔叔也知道 我叔叔搞了狗泰之後 有人工、有舖租、支出等 這些食物都會是一個成本的考慮 但貴也不重要 但那碟飯真的會很大 肉只有三、四塊 飯又一大碟 所以很多時候香港人就越來越肥 所以大家都奉勸 我平時吃米線 都是小米、小飯 如果大家健康一點 吃少一點飯、吃少一點澱粉 所以叔叔發現狗泰真的買得很便宜 我自己的餐廳買得很便宜 因為見到一個最簡單的都是五十多元 阿蘇一個個船 我也是在賣五十元 所以真的很便宜 有機會大家試試 另一件事 香港回到來 有香港同化是怎樣的呢 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泰國是可以做SPA 到處可以做到SPA的地方 但有時候在香港 你要做一間SPA 真的極度難 好像後面這間為例 你要做SPA SPA價錢貴不要緊 至少你可以做 最慘是沒有位置 我試著跟朋友三個人去做SPA 或者做一個普通的按腳 那樣東西 三個人只有兩個位置 你問我另一個朋友 打好嗎? 所以香港最難做的是甚麼呢 就是香港你要做SPA 跟泰國不同 泰國你周家都有 可能最簡單的就是 你樓下已經有些是按腳 百多二百匹 可以做到的 但你告訴你 這些高級的SPA 做Massage那些 是兩三百元都未必可以做到的 所以有時候香港的 真的 就是串金尺度之餘 就是大家都想著做事 那樣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一到一些 可能說下班時間 或者一假日 都會 去做SPA 做Massage那些東西 令到你想去做Massage的時間 都沒有了 大家都好像夠禁電話 到發搶位為止 所以很多時候 香港人真的要找地方 放鬆 都有些難度 疫情下的香港和泰國 基本上是同一時空 但問題是不同的風格 不同風格是甚麼呢 香港在這麼嚴厲的防疫下 就是甚麼都沒得玩 你想想我們的酒吧 在香港來講 差不多半年九個月 都已經沒得喝酒 不同泰國感 雖然泰國現在都禁了酒吧 但在至少幾個月前 都已經開心過了 所以在香港真的有點苦悶 但因為這個苦悶 就因為在防疫底下 一定要遵守 不然就引起第五波 第六波的爆發 這個就是在說新冠肺炎 即是拉電那裡 另一件事說甚麼呢 香港文化 所有的飯 即是大大碟 一盒飯 兩個人吃 基本上 就很容易 站飽你的胃 所以為甚麼香港人 會這麼肥 其實不是香港人冷 也不是香港人飲食習慣 但是要步一步吃 是餐的習慣 就是給他們很多東西吃 令我和我的廚師 廚房聊天都說 盡量 希望我們吃完 不要給那麼多 價錢能夠便宜的 就盡量便宜 所以我發現 原來狗太也挺值得吃 所以都要考慮一下 怎樣去 為自己的盈利 要賭點努力 可能要找一點錢回來 對了 還有 香港的社會 即是和泰國社會 簡直是 蚊比和牛比 為甚麼這麼說呢 香港的社會 真的給別人感覺 太速食了 想吃好的東西 沒有 想買可以好的東西 也沒有 別人說台灣 不要說台灣 大陸 甚至在東南亞不同地方的社會 都有很多珍貴的東西 但香港都是普通的東西 丁丁飯 燒賣 看看我在泰國 我就是說冰的櫃 可以吃到一些尼波爐 煮熟的櫃 那裏都差不多有100樣東西 普通的社會 所以很多時候 社會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價錢貴 都已經必然了 但問題的東西還要不好吃 那一刻問你死不死呢 好 還有 香港和泰國 最另外 最深刻的是甚麼呢 就是那個打骨 抹茶 那裏 完全是兩種風格 香港想做抹茶 比登天更難 泰國想做抹茶 香港挺辛苦的 還有一件事是甚麼呢 阿蘇都說在泰國 都有駕駛的習慣 在香港更加是天天駕駛 香港駕駛是不能等的 亦是不能慢的 我試過駕駛慢一點 都要被後面的車 撥到 慘了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都覺得 香港人的心理質素 真的沒辦法太急了 可能香港真的是 串金尺島 爭分奪秒 每一個時間都在做 做一件事 而不像泰國這樣泰國 我一天只做一件事 所以就變成了 香港時間 香港人時間 已經太寶貴了 很寶貴到 是要拿錢的時間才夠用的 所以這幾件事 這五件事 都形成到阿蘇 由泰國 上年的二月 到今年 一年半 已經同化了 給香港 完全忘記了泰國的感覺 有時候 我真的會很心急 有些人問我 阿蘇你經常都不在九泰 你在哪裡 其實阿蘇不是不在九泰 阿蘇一直都在九泰 但不只是為九泰做一些不同的事 很多時候都會到處去 到處看 甚至乎去找一些新的商機回來 怎樣去營運一間餐廳 或者還有自己的製作家 怎樣去找一些生意回來 很多時候阿蘇一個人 分心不下 首先 這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知道了 香港下的疫情 和泰國下的疫情 大家都各個不一樣 希望透過這條影片 透過疫情看一下 說出五種分別 讓大家明白到 其實泰國真的很開心 在香港 不是很傷心 但在香港 真的很忙 很忙 還有很多事去做 所以今天分享到這裡 大家看看我怎樣做運動 好 阿蘇 阿蘇 起床 時間了 時間了 好 準備了 保持住 好 計時 01 02 03 200 29 30 好 休息 不玩了 好累 繼續 不用說了 不說了 快點 大家好 很多網民 一直支持阿蘇 而阿蘇做每一條影片 都是重心重力的 而阿蘇在YouTube 剛剛開了一個 叫做專屬會籍的計畫 如果大家想給予多些鼓勵 和支持的話 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 多謝大家